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最近CBA处于休赛期 那么各支球队的外援也是重重欲动 那么吉林外援群思也在最近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马上的照片 并配文写到想和马上在一起打球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群思在示好广东宏远 其实群思如果能够到广东宏远的话和马上成为队友 那么广东宏远后场的实力那可是真是非常强大 既有黑白三后卫又有马上和群思 那么这支球队真的将成为下个赛季CBA总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 其实现在我们分析一下群思的情况 群思在吉林队打了几年 但是吉林队的经济状况比较差 他们给群思的薪金比较少 群思又是非常有名的劳动模范 不光是在打CBA 在CBA的间歇期也要打其他的联赛 他的目标就是想多赚钱 多给家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 那么群思一直在抱怨 吉林队的薪金太少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群思想去广东宏远打球 其实广东宏远可以买他 可以和孙军交易优先续约权 但是我个人感觉广东宏远不会要群思 因为群思是一名需要大量球权的球员 他如果在广东宏远的话 可能会影响整个杜丰的一个跑轰的战术体系 群思属于那种也是大局观非常强的人 属于他是场上的指挥官 他的个人得分能力是比较强 但是前提是拥有大量的球权 而马上他是可以及时的把球权分配出来 让队友得分 马上更适合广东宏远的一些战术体系 而群思目前是不适合 他的打球特点是融入不了杜丰的这支球队 所以群思再怎么适合 我觉得广东宏远都不会签约群思 即使他的到来可能会短时间内提高球队的战斗力 但是长时间来看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卖 所以群思可能来广东宏远的梦想就会破灭 当然有很多球队也是比较喜欢追逐群思 毕竟群思的得分能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有可能去山东去追随王涵之道 有可能也是去加盟上海新疆 这样的球队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唯独广东宏远 我个人觉得群思到红阳打球 杜丰首先不会同意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